主料,土豆两个,鸡蛋一个,主料,青尖椒两个,红尖椒两个,食用油,盐,姜,大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菜人数,1到2人,土豆去皮洗净,挂皮工具洗净放入盆内,将土豆擦成土豆泥,将土豆泥的盆内加满水,去一个专用挤菜的布袋, 将盆内的水倒入布袋中,挤干水分,另取一盆接住倒出的水,挤干的土豆泥放入冰箱冷藏备用,盆内的水沉淀3个小时左右,将水倒掉留底部的淀粉,倒入土豆泥和鸡蛋,加入少许盐,油搅拌均匀,将搅拌好的土豆泥做成3厘米厚左右的饼,并趁熨热后刷上一层油,将两面煎熟即可食用 如果想吃辣的可以再加工一下,锅内油烧至七成热,将用饼成煎熟的土豆饼下锅用小火将两面煎至金黄,将饼推至一边,加入酱,碎末煸出香味,倒入一些好的青红煎焦翻炒熟即可装盘,烹饪技巧 一,一定要将土豆擦成你不是自握,擦粘时必须要耐心,很费时,握两个土豆擦了半个小时,加上准备工作,一共花了一个小时 二,饼不要做得太厚,否则不容易熟,也不要太薄,那样就会太干不肉糊 三,煎熟就能吃,可以当煮食吃,很适合剪锅中的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